就是這個可能是很多家 包括很多家醫學中心常常面臨的問題 所以最近有一個設計 可能讓大家會很驚訝 美國在去年都統計發現說 我來統計一下全美國到底能不能提供胚胎 大概人家 你大概想著想不到 整個美國現在放在伊太太彈筒裡面的胚胎 總共有40萬顆 那40萬顆一起它可能 我們說用最大量來看 可能有40萬個生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水來幫這40萬個胚胎辯護 就是說它要繼續活下去 還是要銷毀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而且這40萬顆的 維持胚胎冷凍分量 是一大筆天文獅子的很大的開銷 那這些都要不認證夫妻去繳的 對 是 所以這個一直冷凍下去的話 或許也可能造成一些問題 這也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好 那麼我們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好 待會再回來 蔡峰博醫師 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號 火車站旁 電話 047260678 火營用心 使您更安心 火營用心 使您更安心 歡迎您再回到祝您好運的節目現場 針對冷凍胚胎的這個主題 我們繼續的來跟蔡醫師聊一聊 剛剛上一個階段我們提到了說 在美國地區可能有40萬個的冷凍胚胎 那不曉得在台灣大概有沒有辦法拘育 沒有人 沒有辦法統計 至少衛生署沒有這樣統計 我相信不少 尤其是做夜酒的四管嬰兒中心 或者一些中心更多 所以這樣冷凍胚胎就第一個 40萬個胚胎冷凍會用水來附 這是一筆很大的數據 那第二就是說 那要維持一個穩定的冷凍狀態 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是 所以就跑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比如說上次 美國不是一個Katrina颱風嗎 那刮掉一些 那個美國的紐澳兩 那個傑視營業的起源地 都快刮掉了 整個都淹水 所以有很多醫院的四管嬰兒中心 就停水停電 哇 所以就要醫院 最近有一個所謂的Katrina的 冷凍胚胎寶寶誕誕生 他就那家醫院因為停電 所以他們的冷凍胚胎的 的溫度開始在回溫 他們下半時就 哇 這一帶回到說的話 這胚胎怎麼辦 所以就趕快打電話給外面 沒有淹水的醫院 然後警察還特地派一條船 來把這些冷凍一條彈筒 移到別的醫院 那移到醫院的安全之後 最近有一個 這樣運走的胚胎解凍 以後生下來 叫做Katrina颱風的 冷凍胚胎寶寶 所以還好還健康 對 這是也一條 所以就是說 像我們醫院就是 一定要有不斷電的系統 還有柴油化電機 說一旦外面 停電了 停電的話 就至少就我們醫院的話 還可以至少可以用三天 那這個三天如果說有什麼情況下 我們還來得及請外界求人 請外界求人 或者請外面的沒有斷電的 外線式的求人 我們看一下換燈片 好 那這是開大房取卵 超音波取卵之後 在前面的 Namina Pro去鑑定軟子 右邊有一個配袋培養箱 趕快把軟子放在配袋培養箱裡面保溫 下一個 下一張 那這就是所謂的電腦控制的冷凍儀 我剛才在VCR看到 所以那個 對 這個是快速的還是慢速的 慢速才會有所謂的電腦控制 因為它需要電腦控制直部降溫 從室溫到20度 室溫到零下6度 室溫之後 30度 80度 196度 看下段VCR 那所有的快速也好慢速也好 都是要最終還是要到液態彈的儲存筒 對 下段VCR 那這是如果說解凍之後的胚胎 或者是說快式冷凍 超快式冷凍 超級式冷凍 玻璃化冷凍 都是在這個操作儀的顯微鏡下去操作 這是倒立顯微鏡 是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些管子都很細 那像這是我們醫院 左邊是不斷電系統兩部 右邊是最頂樓有一個柴油發電機 這可以撐三天 所以這個是維持我們醫院在實驗室裡面 穩定的一個保證 是 就是說不會受到 因為外面可能斷電也常有事情 那我們只要斷電之後 差不多兩秒鐘我們上面得立刻啟動 那這個都是因為柴油都是灌滿的嘛 所以可以撐三天 好 下一段 那這是液態 冷凍的液態彈頭 下一張 那這個是所謂的超快式 超級式冷凍的棒棒 紅色的這一根 前面黑點那個質放配到的地方 那藍色的話就是蓋子 有點像顏值筆跟顏值筆蓋 下一段 下一張 那我們特地把它調個角度 用藍色的指示那個黑點 可以看到那個黑點 黑點 對 為什麼要黑點呢 因為剛才不是有一個在放到液態彈 然後要蓋蓋子嗎 你沒有黑點的話 你這個藍色根本不曉得從哪裡放進去 所以它是做標示好看 容易看得到 所以比較容易看得到 因為其他都是透明的嘛 下一張 那左邊這兩罐就是說 在進入快速冷凍需要 這兩種的Solution 培養液 左邊要泡 這一罐要泡五分鐘 右邊這個要泡45秒以內 下一張 那終究還是要放到這個液態彈 那這個液態彈筒呢 可以放冷凍胚胎 下一張 可以放冷凍卵子 下一張 可以放冷凍的精子 下一張 應該是最後一張 所以曾經有過 如果說到這個發電機 曾經有過 一家液態中心的 使館嬰兒中心 有一次就起火了 就是冒煙了 還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液態中心 結果他們 第一個時間跑進去 去救的不是救什麼 就是救這個液態彈筒 趕快把它移到安全的地方 因為這個 這個如果說液態彈筒 發生火災 也不曉得為什麼發生火災 那時候還有記者去拍 那液態彈筒一次 如果說液態彈筒 如果沒有移出來的話 碰到火災 那個不曉得怎麼賠 我都很難說 你看那裡面 多少個病人要賠在裡面 那你走久去賠 而且如果說 那一桶量很多耶 如果說連資料都燒毀的話 根本 那個可能是 也不曉得要怎麼 這個是要賠償 還好那次就是說 他們一條冒煙 他們還滿有線 就是趕快衝進去 趕快把液態彈筒 因為液態彈筒 下面就是有輪子 趕快把它移走 趕快把它推走 所以還好那次有沒有說 量成大火就是冒煙 就是火災 所以真的是在 市管醫院中心的安全設施 是很重要的 至少要穩持一個 第一個 如果說像我們醫院不定死 在每一年 年底都有一次 在農曆過年前 都有一次的火警 就是說遇到火警的時候 怎麼去疏散 怎麼去運送病人 怎麼去移動 都有移動 所以這個都是 平常都要想到 大概第二時間內 怎麼去抢救這些胚胎 有點像搶救雷炎大兵 大家知道電影 搶救雷炎大兵 就是說他們家有好幾代 都是因為當兵 他的公公 他的職務都是因為單船 是 那這個連大兵 他有幾個兄弟當兵 都死掉 他們家只剩下這個 剩他一個 所以美國官方部下令就說 派一支人 那就是他們喊口氣 一定要把他救回來 因為這是他們家的鄉 所以冷凍胎炎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發生什麼狀況 一定要把這個冷凍胎炎 一定要搶救出來 像那個Katrina 台風 怎麼樣也要拍所有資料 去把這些胚胎救出來 這是生命 對 那蔡醫師 關於這個冷凍胚胎的這些 技術 儀器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最新的還是所謂的 大家現在很熱衷 就是 Retification 就是極快速或超快速的 玻璃化冷凍 因為它可以用到冷凍卵子 冷凍胚胎 冷凍卵巢子 冷凍卵巢 所以也很好用 功能比較多元 對 所以 在去年的 有一家 日本 日本的Kato 在東京 有一家做 市管應該做了很多的一家 婦女醫院 他們到歐洲生殖醫學會發表 因為他們發表出來的 那個數據很驚人 就是說冷凍卵子也要冷凍胚胎 它的 尤其是冷凍卵子 經由超快式的冷凍 它這種存活力極高 懷孕力極高 所以 不過冷凍卵子有一個密解 就是說 你冷凍卵子一定要成熟的卵子 所以最近在今年的歐洲生殖醫學會 加拿大的MIGI 就是好像MIGI University 他們 把多氧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 不打胖胎症把卵子擠出來 是不成熟 然後再把它 利用24小時把它催熟了之後 把這個卵子冷凍 再解凍 然後做蛋液精神險物注射 受精 支配在生下小孩子 所以要冷凍卵子 一定要成熟的卵子才能夠冷凍 不成熟卵子是不能冷凍 好 那麼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請這個蔡醫師來幫我們做一個結論 到底這個冷凍胚胎的技術 在這個試管嬰兒的這個領域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貢獻呢 冷凍胚胎對於做試管嬰兒有多餘的胚胎 或者是要避免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甚至說 有人是為了要目前不想生 要保存它的生育率 多可以考慮把胚胎冷凍起來 那冷凍胚胎的技術 從以前的用電腦跑的慢式冷凍 到最近的超快式玻璃化冷凍 冷凍生物學跟冷凍的技術的突飛猛進 已經讓冷凍的領域跨至一大步 包括冷凍卵子冷凍胚胎冷凍 精子冷凍卵巢子 甚至冷凍整顆卵巢 甚至有人還拿玻璃化冷凍去冷凍人 整個人 所以冷凍生物學的進步 在最近幾年內可以說突飛猛進 這也在我們試管嬰兒領域 因為人工生育物法 確定不能超過四個胚胎 也致必會讓冷凍胚胎的服務的比例 會相對的加重跟擴大 是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蔡師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您蔡師 謝謝各位晚安 是 那麼同時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鎖定 祝您好運的節目 我們再會 下個禮拜 請記得按個讚 請加油 支持明明台 請記得按讚 我們就可以按照 小鈴鐺 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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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